登革热的统计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会做各县市统计 其实也可以坐在一起 让它产生关联 我现在我只是要先独立出来 独立出来 因为等一下我要去讲另外一件事情了 就是要开始写 全部就开始一路写到 写程式写到今天放学回家前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边我们是不是有各县市 这个居住县市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说 各县市的登革热发生情形 所以我们要用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居住县市 然后接下来确定定例数 我们上课方便建议这些格式都要稍微调整一下 例如说资料标签打开来 然后把X轴稍微放大一点 因为它是中文字 因为它是中文字 那中文字的话 它这边有没有发现 它并没有提供反体中文字 那我们就也只能将就这样子来去观看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第一名是不是高雄市 第二名是不是台南市 好 请注意这个台 是小写的台 这边还有一个什么 台北市 可以吗 好 请你们稍微注意 第一个 等一下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 第二个 你觉得我们看数字 公不公平 合不合理 例如说台北市排在这个地方 台北市排在这个地方 那我会认为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去看盛行率 就是发生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例如说好了 台北市的结婚对数 跟花莲县的结婚对数 要我们比数字嘛 你觉得这两个数字可以比较吗 不适合比较 我们就好是拿人口数来去除 然后去看那个比例 来去看比例的意思就是 结婚率 这样了解 这结婚率才比较适合做比较 这样听得懂吗 你大处去分析分 第一个 第一个我跟你讲 真的 真的你仔细去看 有些人 有些人就仔细拿数字 来去压倒性的 来去讲说 哦这边那个台北市 台北市 要给多少钱 根本就不用给 听得懂吗 真的要给的是 你看哦 那个屏东要不要给 他是第三 要台东呢 台东在哪里 台东在 台东跑去哪里了 在这里 你觉得台东要不要给 那个登格热的防疫的金额 一定要给 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我的意思说 不可以拿那个 那个数 来当作是计算的依据 要拿率 来当作是计算依据 这是我要 今天上完课 一定要让你们懂得 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这些都要透过 就是写函事 来让你们懂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边 首先 首先 我们是不是算出来 那个各县市 各县市 登格热的发生的情景 发现就是高雄跟台南是最多 第三名是屏东 你大概只要知道 这三个县市 好 当然 第四 理论上 那个登格热的发生率 应该是 台东要往前排 才是对的哦 好 不会在这么后面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你动手做 这个叫做什么 各县市的统计 县市统计 好 请你们动手来做县市统计 登格热县市统计 那我们现在我就要来去试着算出各县市的登格热发生率 好 来 增加 登格热 各县市的登格热发生率 所以我先取得资料 因为 因为发生率这件事情 这个 各县市 各县市 我觉得 我就拿各县市的人口数来 就是当分母 来去除 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的一个方式 但是有比它更好的方式哦 好 那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取得资料 我是不是也提供给你们一个档案叫做台湾各行政区的人口数 所以点选取得资料里面的文字CSV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下载里面是不是有刚刚的台湾各区人口数开启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哦 就是 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出现乱码 你应该要提问这个问题哦 那你们既然不问 我也就当你们都知道了 知道吗 好 那或者是更狠独的老师就说 反正你们不问 好 考试我就考这一题 听得懂哦 真的 真的 你教老师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边他可以自动判读 其实主要的 主要的原因啊 因为他这第一列的标题啊 他是用英文 就第一笔的记录 他是用英文 刚刚那边第一笔的记录 他是用什么 中文 就是标题 标题 好 那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什么 colon1 col2 哎 这边我们是不是要去了解一下 好 等一下我再解说好了 可是在这个地方 utf-8 他已经改好了 然后这边是完全不用做任何的修改 就直接点载入 只是这个资料载入进来 载入进来之后呢 很多人说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登革日 先把它缩小 有看到台湾各区人口数 然后你再把它打开来 这边是会看到colon1到colon5 可以吗 只是刚刚 刚刚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会觉得没有载入成功 其实事实上已经载入好了 好 麻烦请取得资料 把台湾各区人口数下载进来 应该不是下载进来 是取得进来 取得到powerbi里面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边 这边我讲完 我在下课 你有没有发现 它叫colon1、colon2 代表栏位 你到时候要去比对 这两张资料表 你根本就不能比对 为什么 到底这里的什么 要配对这里的colon记 对不对 根本就不知道 但既然不知道的话 我们就不能这样随便拖曳 好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说 我们应该把这个资料表 恢复成正常的栏位标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把它恢复 变成正常的标签 常用 常用底下 这边有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第一个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我现在要查询的是 第二张资料表 台湾各区人口数 所以请点它 请稍微注意一下 现在预设的栏位名称叫 colon1,colon2 可是你要懂为什么 好 因为我上次有跟各位解释过 我们的标题列 一定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对不对 第二列 第二列 这边他就认为 它是叫记录 可是刚好这边记录 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因为他有英文的标题跟中文的标题 所以他就认为说 你这整份资料全部都是文字类型的记录 有听懂吗 所以这个551480 为什么往左边靠 有没有 杨同学 我最尊敬信杨 对 我知道教授信杨 有吗 有没有杨同学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551480 往左边靠了 因为他认为 这边所有的类型 所有的类型 都是文字 那你下面所有这些记录 全部都是文字 这样了解 全部都靠到左边去了 好 那这显然就错了 因为他认为说你这里面全部都是记录 没有标题 可是明明这就是标题 所以我们是不是用 左上角这个30秒 这边应该里面有功能控制 那使用哪一个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所以点选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现在是不是把英文作为标题了 对不对 但是请问你 这些都是阿拉伯数字 还是跑到左边去了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 这个已经是标题了 那这个是不是就记录 他就认定你的第一笔的记录 全部都是文字类型 那下面请问你 第二笔记录 怎么可能这个地方变数字 听得懂吗 记录的类型是统一的 可以理解吗 记录的类型一定是统一的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 不会说第一笔记录 他在这个地方是文字 第二笔记录在这个地方 他就变成数字 不会是这样 一定是统一 那个类型是统一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你不看中文都不行 不以中文标题为例都不行 为什么 因为我必须要再以 现在的第一笔记录 当作标题 可以了解 好 所以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你看这边 这边出现了什么 数字都变正常了 对不对 好 但是 但是 这边有出现一列 很重要很重要的 这一列 非常非常重要 请问一下 这个统计年 里面是不是有分 绿色跟黑色 绿色是什么意思呢 绿色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对的资料类型 类型哦 我们只比资料类型 是对的 那黑色是什么 空的 空 对于那个资料类型来说 资料类型 对于我们只比对资料类型 请问 第一个统计年 这个资料类型 这个都是数字 所以只有三种 在这边只会有三种情形 哪三种 哪三种 是数字的 不是数字的 跟什么 空的 后面有第四种 会 会 例如说文字 对不对 有听懂吗 不是数字 就是文字 不一定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虽然这边你看到 看来看去就只有三种 但是可能里面放了日期 这就叫资料清理 有听懂 你信不信 明明在这个地方 只有 只会放YN 可是有人就是会填01 例如说 例如说性别 有人填男女 就会有人填 male跟female 或01 或YN 或M跟F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那你觉得 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资料分析 一定会 所以是不是要把它做资料清理 所以这边重不重要 这套软体 学tabular 做了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是很棒的 好 你看 这边是绿色 跟黑色 那绿色就代表正确的 那没有错误 但是有无比是空的 请问要不要做这五笔的清理 要 好 所以我们拉下来 再下来 再下来 一直到最下面 请问一下 Nur 就是刚刚说空的 12345 请问这五笔要不要删掉 要 要删掉 可以吗 好 那 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讲 怎么删 怎么删 这边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控制钮 对不对 在这边 所以接下来 你要删掉最下面那五笔资料 用什么功能 用哪一个功能 移除什么 移除在这边 移除底端 资料列 输入几 物 可以吗 有听懂 好 我先关掉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一样 它有一笔是空的 有看到吗 有效的有374笔 好 不过等一下 我们再删除这五笔 这一笔是不是就删掉了 好 所以先不要管 然后我现在重点是要讲这一个 这真的太重要了 好 请问你 这里面是不是有 有什么 有两笔错误 A-ROR在这里 为什么会产生错误 请问原始的资料 这边放了一个简号 简号 各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时候没人 他没做人口普查 东叉群岛上面至少有驻军 听得懂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现在有 应该不是没人 是没去做人口普查 他不知道 这是行政院哪一个部门的事 绝对不是台北市政府的事 你管不到东叉群岛 这是内政部吧 这样听得懂 他没去东叉群岛普查人口 他不能随便塞一个 零在那边 那住户是不是会抗议 应该没有住户 至少有住军什么之类的 所以他这边 他就写了一个Dage 这样了解 请问Dage是符号 它不是数字 问题是不是来了 这是不是就是A-Raw 可以了解吗 你们一定要听懂这一块 然后叫问卷 我们不是要做问卷吗 你觉得有一个课程重不重要 资料清理 开不成 没人建议 你觉得重不重要 你拿垃圾来分析 你就算很会分析 有意义吗 你都在分析错误的东西 那我们的资料库 台北市政府 真的面临到的资料 包含卫福部提供的资料 有好多好多 都不是有好多 根本是全部都要做资料清理 了解吗 因为你今天拿的如果是这一两年的资料 我想比较不会有问题 问题通常我们要分析都是很大数据 是不是很多年的资料 所以我讲了 我每一个班级都有讲 我到现在一个班级都还开不成 四年了 这个课程四年前就只开了一班 就是初始班 我也在行政院讲 行政院有开资料清理 这样听得懂吗 资料清理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你们一定要先把资料先清理干净 干净之后我们才能走资料清理 资料分析 这一定是有先后关系的 所以麻烦多建议一下 就是多打几个字 照顾后面或者是你 下次有机会来上资料清理的课程 就是这四个字 你只要写资料清理就好了 剩下交给我 他就会讲说要请专家来召开资料清理课程 要上哪些内容 听得懂吗 就在讲这些事 没有这么简单 真的 那个 咬进去 你去看那个动物 动物收容的那个狗啊猫啊 还有什么 除了狗跟猫 他就叫其他了 乌龟都不想写了 听得懂吗 还有什么 奇异啊什么 他都叫其他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反正就是太多问题了 可是要不要分析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很需要 重点是 这边这两笔 我们也要把它删掉 你不删掉 它这边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总共要删掉多少笔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在这边我们做一件事 点这个往下的三角形 遗嘱底端资料列 请输入七 然后确定 可以吗 因为 因为这个 A-ROR嘛 A-ROR你放在这边 又不能统计分析 干脆我们就把这个资料不算 所以你在分析统计的时候 你要写 未计算 东沙群岛与南沙群岛 好 点选 确定 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名称 叫真母暗沙 好多年前的事了 好 那国中都是被打出来的 那我们 那我们这样做好这件事情 记得关闭并套用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这些资料就恢复正常了 可以吗 我刚刚做的事情就是 常用底下的编辑查询 然后编辑查询 记得选到的是第二个资料 台湾各区人口数 可以吗 然后记得这个地方 你要先做两次的使用 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还有一次的移除底端资料列 移除系列资料 还有第二个资料 脸